环保爱地球的工作人人有责 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新竹市环保局上周末举办 105年度环保集邮单位个人表扬活动 共颁发19个奖项 包括环境教育 环保志工 企业环保优异 环境卫生 低碳庙宇 河川任阳等 共86个单位与56位个人获得公开表扬 颁发的奖项包括环境教育奖 还有环保优良环保志工队 以及我们的河川巡守队的认证 那个任养 那另外一个就是包括我们这个 环境清少 亲近家园考核 获得这个优良成绩的部分 甚至还包括我们环保署来考核 获得有两个礼获得这个 亲近家园考核优等奖 企业的部分呢 像我们鼓励这个民间来做绿色采购 像台积电的十二厂 今年的采购金额就高达十亿元以上 那另外台积电的五厂也高达了五亿元 还有联电四千万 还有望宏部分有达到两千万 以及中华电信营业处也达五百五十万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企业的很好表率 来鼓励大家用这个环保标章的产品 环保志工环境卫生奖项部分 一共表扬十个机优环保志工队 二十九位机优环保志工 十二个环境整洁机优礼 与十个公厕清洁维护机优部门 获奖单位在今年总共举办三百二十二场次 两万人次以上的扫街与脏乱点清除活动 是让新竹市环境干净起来的重要力量 一直以来环保局跟我们社区的里长 社区的理事长 包括我们的环保志工队 一直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 因为政府的资源有限 民间的力量无穷 而且这个清洁环保爱地球的工作 是人人有责 一定要靠大家一起来做 才有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那我非常谢谢我们现场各位这个大哥大姐 所有的环保志工们 因为有你们的投入 因为有你们的协助 所以我们新竹市这个城市的样貌 越来越美丽 今年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 包括团体民营事业 学校社区机关个人等六组 共有十五个单位四位个人获奖 其中社区组的康乐社区 由林在新里长带领四十位 平均年龄七十岁以上的 不老志工伙伴 将该里的资源发展成为 各县市朋友爱造访的环境教育 学习场域 每年参访的人数也都高达四千人次以上 凯波新竹观世联采访报导